- 丑马动足无先机 动能掌握极限 大家好 我是谢钟玲 欢迎收看今天丑马动能大富罗盘的盘后九百视频 今天是礼拜四 礼拜四是我们的直播时间 投资好朋友们 如果说你有持股上的问题 你可以到17后亚8的部分来做提问 那尽量帮大家解决你手中股票的问题 好那一样我先帮大家订一下这个盘 投资今天盘还是一样上涨 那上涨我相信这个跟我们跟大家提的方向是 是没有错嘛对不对 就是这一根黑K下来之后 我相信我跟大家提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是个股表现 然后呢他就一直No 我相信这个就是高点过高低点不破低 一直走这样子 那今天这个部分呢 其实他应该要开始高档席刷刷了 因为今天虽然说怎么样 今天虽然说这个指数是涨的 但是呢ODC 我现在ODC你盘中在看的时候 ODC他还怎么样 他还有打到盘下去耶 所以呢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要个股表现 甚至于有些高档股票 他会震的比较厉害 不过如果说后面是有题材的话 这个震一震 可能还是有机会上去哦 好不好震一震还是有机会上去 好那一样我们看一下什么 这部分我们看一下棋子的部分 我刚是不是说这地方高档席刷刷 今天的行情我相信是不错的 但是呢但是你看这个部分哦 怎么样 外资的棋子他是没有加多单的 他反而是小减 那开上次是1222 现在是49 994 比昨天是稍微少一点 那稍微少一点 那你可以想哦 为什么今天看起来不错 但是呢他的多单是没有增加的 那ODC是开高又 还有掉到盘下 所以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高档这个地方开始 大叫做大震荡了 要害人害人了 那害人害人你就把我安全带嘛 那国际震驚 同朋友国际震驚当然是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就好了 但是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好股不受限于指数 好不好 有利空才会有便宜的 我的看法还是一样啦 反正就是从那一根黑鸡下来 说的都同样啊 直接说来这些个股表现嘛 好那要我们看这个 这是金居嘛 黄金屋嘛 对不对 黄金屋 这个我刚刚在看哦 看那个有人在问那个6274台药嘛 对不对 没有 我们那时候讲金居的时候 有没有连台药一起讲 我这边是赖亚特跟大家分享的嘛 我说在讲这支股票的时候 对不对 他是通过台药认证忽然变5G题材 可以留意 他忽然变 就是本来台药就是华为基地台的板子 华为的什么独立型 非独立型 其实用最大就是用台药 但是呢 但是在第三季的时候 他是不是在更改领主件 没有 更改一些关键领主件嘛 在去美化嘛 去美化用日本或是用韩国的嘛 其实比较大部分是用日本的啦 然后更用什么台湾的嘛 所以呢 所以就第三季 侯为基地台是动人是弱的 我像我们之前在看那个振振飞的访谈的时候 就是我记得有一天的新闻吧 我们是否讲到 本来现在一个月5000台而已嘛 那后面呢 后面会变成 变成很多台嘛 十几万台嘛 20倍20倍的成长嘛 所以呢 所以就是 等它调整完之后 台药这部分的出货 应该是会 会重回轨道啦 那台药这部分重回轨道的话 台药在今年第二季 其实跟日本拿了高级铜箔 他就已经拿不到了 就是拿不够料啦 所以呢 所以拿不够料 他就跟金居叫嘛 叫金居来认证嘛 认证 认证过了嘛 也就是说什么 认证过了 股价就开始怎么样 他就变5G题材了嘛 就是台药可以 跟日本如果拿不到的话 可以跟他拿嘛 那开始涨涨涨涨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朋友 请你记得这一张 我相信这一天 这个你用看的应该是什么 利空嘛 这应该是属于利空 利空消息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要说 请你记得这个新闻 为什么涨一段呢 涨一段 结果跑出这个新闻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 是好还是坏 我现在刚刚有人在问大学光 对不对 大学光 但我昨天也有讲大学光了 我们有一组学员 就是我们的一指钻学员 昨天有进去买 本来大赚 结果今天不太给我面子 那掉下来了 还收个跌停 当然 涨多嘛 他涨一大段 涨一大段 我也不是什么昨天跟大家讲 在一开始拉起来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 涨一大段 今天跌停板 那到底死了没有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 但是呢 请你先注意 先记得这个新闻 好不好 就是从京剧的走势 你看这个东西 记得这个当天 就是在19号公布这个新闻 再来怎么样 再来有没有跌 有跌啦 有没有 有跌嘛 然后呢 我们还在那边东搞西搞 对不对 就是有跌 然后晃来晃去 对不对 东搞西搞 像这个黑黑棒就是什么 就是他出了那个利控之后 对不对 有掉下来嘛 然后呢 然后就是东做西做 对不对 价差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 对 做到这个这是8月27号嘛 礼拜 对不对 礼拜五号有掉下来嘛 对不对 这一天啊 这一天有说有掉下来嘛 这样很大嘛 高档刷来刷去嘛 对 然后呢 有出一下嘛 这都前几天跟大家提的 这一笔就多少 这我们大师兄的 就43万多嘛 然后呢 8月30号 哇 摸高台跌停板 没错吧 他这一天也是 搞搞搞 快跌停了 对不对 如果我没去挡 可能就跌停了啦 为什么 我有去挡嘛 我觉得怎么怎么掉下来 赶快接一接 快接一接 接一接 没接的话 应该就跌停了啦 接走 但是这一天还是怎么样 还是重挫 好不好 请你再把这一根 这一天的这个K 这一根重挫这个 你再把它记起来 所以你现在从金具的部分 你看到两样东西 第一个 他8月开始涨 对不对 他告诉你一个7月的利空 第二个 他涨一段之后 他有重挫 好不好 好 再来看 这是我们44以下买 对不对 没有 这是我们 我们是在9月3号 就是9月3号是什么时候 今天9月5号 前天嘛 今天礼拜四嘛 礼拜二我是不是说 哎 我们先把它出掉 出掉 对不对 出掉 没有 一样 我们不是嘴炮老师 我们大师兄也有做 好不好 45以上嘛 457 458 45 光这一笔出一出又多少 7万6 没有 7万6 过个假日回来 困一个礼拜一 7万6 这43万 光这样子弄一下就50万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啊 这今天 我又把它接回来 今天在那边晃来晃去嘛 早上在那边晃来晃去 啊 进去4、6、1以上 我们再爆棍加码 再把它买 再把它买回来 再买一点回来 为什么 我没有 股价啊 你看这个部分哦 这是他的30分钟线 这两根K棒就是什么 他中错那一天 这两根K棒 哇 打下来中错 他今天已经在这边了 你会发觉 他在这个位阶是什么 他在这个位阶是 把这两根给收掉了 而且呢 而且也到了这一根 这个大量区的位置 那如果说我们再把这个K棒 再把它缩小一点 再把它缩小一点 也就是我们放全部的 就从他拉起来到线 到今天为止的 你会发觉这个大量区 赚钱 这个大量赚钱 这个大量怎么样 有洗一下 洗一下 然后这一根在这边嘛 他到今天为止怎么样 他也开始赚钱了 然后这个是洗盘的嘛 这样看起来他就洗盘了嘛 所以呢 所以你既然站上这个地方应该 这边给他买回来的 是怎么 他可能要过这边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里没有量啊 同朋友这里没有量啊 这个476啊 476压力 没有量啊 到底多少人套在476 没有多少人 没多少人 没多少人 最近投信不是天天 天天都在买 天天都在买 他如果8月份切进台要的 搞不好他现在公布的营收 那个数字就会成长了 从成长的话 他说明天过这边怎么办 他说没有 你没有感觉他快过这边了 要过这 因为他很没量嘛 这有量嘛 有量现在贪钱了嘛 这没量啊 没量 可能明天宅 撒一下 还是开一下就起来 就上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什么 我们今天题目叫 黄金我没有来了嘛 黄金又来了啊 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跟大家提的 我请你记两样东西 对不对 我是不是请你记两样东西 一个是 他出了一个7月的什么营收烂烂的利控嘛 对前7月很鸟嘛 还有什么 还有他涨了断之后 曾经有什么 我打到我打到差点点停板 好不好 你记得这两样东西 等一下我们会讲那个大学观的部分 好 那我们再来往下看 这我们跟大家提的 其实是董的股票 董的股票 当然黄董的股票就问什么 问有一个谢同学是不是啊 你问系格嘛 黄董的系格啊 我还没切啦 切不进去啊 一直涨啊 我猜你不是我的索码学员 没有错吧 对不对 你要把索码学员带着 目标区在哪我都讲啦 从3、4、2块 我说目标区就在那边 好不好 只是 停个几天我就会去买 结果他们一直退上去 目标区我在讲 好不好 不然你就怎么样 你就索码带着啦 昨天我还在讲一次 他还是不下来 不下来我也没办法 好不好 不下来啊 黄董的啊 不下来啊 怎么买 不下来啊 我想要切一下 我要抹起来 没关系嘛 反正有方法就有婚 就我下一支嘛 下一支 我相信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什么 黄金屋跟 跟这个嘛 跟这个吴董的嘛 学员都知道是哪一档嘛 礼拜一做一下价差嘛 对不对 做一下价差 收敛官司多留意嘛 昨天我怎么讲 可能太多嘴了 讲一下多留意 结果呢 结果完全没高点 又创新高 他每天都弄一弄 就创新高 弄一弄就创新高 结果呢 结果只能创新高的时候 押回趕快去买啊 今天呢 今天去创新高啊 投信连六买 好不好 这个目标区应该不是在这边啊 目标区不在这边啊 听说啦 有三个户头在收他的啦 公司这边有三个户头啦 可能有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啦 因为就买最多就他了嘛 买最多的 但是还有另外两个 那都要不走的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大学光 有没有 到底跟我现在这个是2829就讲 2829就讲 那时候还说 那四十几块 那还四十几块 昨天昨天创新高耶 超强对不对 今天当然不太给我面子 昨天我们535的成本 后面我成本是 一直赚学员 成本就是昨天是买535的 当然今天不太给面子 哇 不过跌停 不过跌停 后面他跌停一定有原因啦 就是他公布什么 公布7月的EPS 这不觉得很奇怪耶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起场是什么时候 他是8月28号起涨 8月28号起涨 你说这个半年 他那个上半年公布 上半年的那个半年报 什么时候公布 6月结束嘛 你8月中就要公布了嘛 8月中就知道了嘛 所以呢 所以你就算是涨什么上半年的 也是你应该是8月中的开始 为什么是8月底开始呢 你8月28号起涨 就现在告诉你一个7月的 这个算利空嘛 对不对 这不是很奇怪吗 股价是反映未来一个 你可能不知道的东西 对不对 股票啦 股票反映应该是一个 你未来可能不知道的东西嘛 那不知道的东西 这个不是太奇怪了 所以这个是过去的事情嘛 你现在 现在是9月呢 现在是9月呢 现在9月呢 9月的反映7月明星 要帮帮忙 掌多拉回 我相信啦 我认为掌多会拉回啦 掌多会拉回 当然就两种拉回方式嘛 一种是什么样 洗来洗续嘛 就是用切的嘛 就慢慢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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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到什么 突到那个均线嘛 不然是什么样 不然就是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方式嘛 那你激烈方式 这次基本上本来就是 对他本来就比较投机嘛 本来有比较多短线客 短线客今天这样一开弄一下 弄一下掉下来 当然问题是什么 掉下来该怎么处理 对不对 朋友 第一个要点 如果说真的不对 该停损就要停损 朋友 该停损是要停损的 但是这个股票 如果说以现在这个时点 朋友我们现在的直播是3点41分嘛 对不对 3点41分 其实 筹码是没有出来的 到底今天的那个户头 就是筹码的户头 都还没有出来 然后呢法人的这个买卖 买卖操的部分也没出来 如果说这些 这边的头信 如果说全部砍光光了 对 那他们肯定不玩了嘛 就认输嘛 对 就把他出掉嘛 但是你可以看哦 像这条绿色是什么 这条绿色是 是头信的成本线 头信的成本线 那头信的成本线的话 他今天在这个地方 他快到头信的成本线了 头信还刚买 之前没买 今天这个地方才刚买 而且在这一天啊 这一天他买了800多张嘛 我们现在看这个 现在看这个 刚有人说 瑞奇店推给我 这个我前一天就有大牛哥推给我了 好不好 大牛哥啦 大牛哥哥就有推给我了 你知道什么叫大牛哥哥 开大牛的啦 开大牛的一个大牛哥哥啦 他就有跟我讲瑞奇店了啦 就 应该是会涨啦 不过 这支 这支起来量也很小 现行是OK的啦 头信买两天 这个看起来是OK的啦 好不好 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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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应该会涨 好不好 还要我们讲我们那个 3218 3218 318 好不好 对啊 就今天的这个法轮部分 还没出来 那还没出来的话 我们如果说以昨天的这部分来看 好不好 其实有时候看一天不准 你要看 就是他一段期间到底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买盘 那这个股票如果说我们切个20天好 随便切一下切20天 有没有买盘 他说买盘啊 想要买嘛 1600嘛 那你看这几个买比较大的 买比较多的 他是连续买 从还没涨就一直买一直买 一直买 整个买上去 买到昨天都还在买 他没有停过 再看这一个嘛 对啊 这个也是卡在这边嘛 他也没出嘛 看宏远的嘛 12345连续买5天嘛 这边他妈妈买的嘛 看康和 对啊 就是你要看这些到底到底 卖了没有 activity 如果说没有卖呢 啊如果没有卖的话 就是 今天就休息一下 像這個從這裡開始買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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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去就開始買到天上去 那不是 所以我這還是隨便切一下而已 所以如果說以這股票來看的話 漲舵我認為是會壓回 但是回到我們剛剛跟大家提的 我請你從金居的 金居漲一段的這個邏輯來看 其實這個是一個方法 做手的手法其實都差不多 你看也是這樣 打下去嘛 打這支嘛 打這支 明天才會過大 這不是都洗盤線 比如說洗盤線啊 這些大戶儲物比剛有落 這些大戶儲物比也六成多啊 投信也禮拜買 投信這天買870張嘛 這天他買870張 現在不知道他成本 這成本的話像我們剛剛跟大家提的 打下來怎麼樣 打下來這邊嘛 如果賠錢他怎麼辦 他要不要停損 他如果馬上停損的話 他寫報告因為他敢買 剛才買了就馬上走啊 還要了解 這就消報告啊 他如果願意寫報告 那就出 他如果不願意寫報告的話 他會幹嘛 搞不好就是一根兩根 可能三根吧 因為這個關係實在太大了啦 他實現在48塊耶 對不對 實現啦 啊撩起來不是摸到實現的就要開始了嗎 那不是像這個啊 這不是要我實現 我把這個縮這個拿掉 不是啊 弄了就弄弄弄弄弄弄弄 實現摸到就開始了嘛 停在實現之上啊 所以應該是要不會死啦 應該是要不會死啦 好不好 所以這個大學光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當然還是要我跟大家提的 該停損就要停損 那現在的時間點還看不到什麼 還看不到法案的動作嘛 看不到法案的動作 所以呢 所以我暫時還沒辦法判斷說明天要怎麼做 好不好 那當然我不是全部壓 我也不是說什麼買整個部位都買完 我還有可以加碼的部位 我們現在國際政經 蠻那個的 我現在整個部位的只有什麼 只有吳董的跟黃金烏而已 好不好就這兩隻 所以呢 所以應該是有掉下來 如果說籌買沒問題 有掉下來 投現成本區應該是還可以再買了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就是有利空超便宜 但是呢改一下 有利空超便宜啊 對不對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問的 投資朋友的問題 瑞奇馬丁 剛才講過了 大牛哥也有推了 推一個老師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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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越貼席 廣越這個 現在我們都不是流行款啊 當然不是流行款啊 這種不是流行款啊 可能會洗一陣子啊 應該要洗一下啊 那死也死不到哪裡去啊 那前幾天不是說了嗎 接單接到上半年啊 接到明年的上半年去了啊 接到明年上半年啊 就看什麼時候動而已啊 EPS賺10塊沒問題啊 都沒問題啊 看起來目前沒有聽到基本問題 只是它就不是流行款 那不是流行款就這樣子啊 應該是不會死啦 不會死啊 衝衝應該還會衝起來 如果說你不想等的話 投票還是那句話啦 看你的個性怎麼樣啊 因為這種股票就是 它本來就比較慢 對然後它不是流行款的話 就是會衝來衝去 如果說你 就是想要做那種比較high的股票 會飆會動的啊 那不是應該 就是做什麼 做就是有法人在的啊 然後比較熱的一些股票 應該是這樣子的好不好 但是這個像 像我看這個我覺得還好啊 甚至像什麼 像那個剛而問那個 那個什麼 加折嘛對不對 3258 謝神 謝神 我今天連線有講他啊 我連線有講一下啊 今天還不錯啊 我覺得還不錯啊 投票這個股票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啊 一樣嘛 全部都看錯的機會有多少嗎 投票全部居然都看錯 每個都估300 305 都估2903開頭的呢 今年賺18、19左右 明年賺20幾塊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樣子 下半年啊 應該是說第四季的啊 Intel這個力量就要有動作了啊 我之前是不是講說 加折有個東西本來是在跟紅海拿 因為它主要做那個Socket Socket 就是那個ILM 就是有一個CPU 同樣CPU是不是直接插在那個主機板上 不是嘛 它有一個Socket嘛 就是下面是有一個白色的有沒有 上面然後還有什麼一個鐵的 然後你CPU放在那個上面 然後扣起來 再插上去 上面插什麼 插那個CPU的散熱嘛 對不對 那個東西下面那個塑膠的那個塑件 本來是跟紅海拿的 但是它現在已經通過Intel認證了 所以呢 所以它明年光那個東西 不用跟紅海拿 它就可以省超過三成 三成的費用了啦 它就省三成了 所以就算說明年沒什麼成長好了 你光那個東西不用跟紅海拿 就EPS就二十幾塊了 那它現在是不是出貨旺季 它現在不是出貨旺季嘛 反正怎麼樣 反正是跟著 基本上有時候是跟著營收動的啦 那跟著營收動的話 我認為快的啦 我的看法是快的啦 因為這個刑 你不覺得這個刑有死嗎 然後這刑哪有死 這刑沒死啊 這刑是沒死的啊 到處比例多少 71.62% 投信吃虎多少 12% 投信有12% 這個投信要作帳 這個投信要作帳 要作帳要做什麼 但第一個它認為的小龜股 它拉得動了嘛 就是我之前沒有 我現在買一堆 我要作帳用的 就是股本小 然後只有我自己在玩的 對小龜股嘛 不然就是我持股多的嘛 EPS好的嘛 像這個就是展望好的嘛 展望好的 你還是會怕不然就出出來 還是撞起來 這應該要營動了吧 應該要營動 你還是會怕你就撞起來 你就出來了 不過我覺得這應該要去了吧 因為它本來就第四季啊 第四季跟明年 因為它第四季出那個 那個塑建之後 有沒有 之前它沒有 它第四季開始出 它可以貢獻明年一整年 對啊 那明年的 Intel的部分 它要反擊啊 今年不是被AMD 搶了一堆市占率嗎 有沒有 AMD它只能搶Intel市占率啦 它沒有辦法把柄做大 那Intel怎麼樣 Intel是有可以把柄做大的 所以AMD今年好沒有錯 不過呢 AMD的一些高階的 什麼CPU啊 GPU的那些設計人員 都叫Intel搶走了 被挖走了 被挖走了的話 明年就是 明年我認為要看Intel 看Intel Intel的好朋友就是他 當然你會想說 那個AMD會不會再把 Intel的市占搶回來 朋友 它加著跟Intel是好朋友對不對 好 就算Intel再不爭取好了 又被AMD搶走市占 那我請問你 AMD的SAKET 那些零構件跟誰拿 也是跟他拿啊 也是跟他拿你知道嗎 所以他通吃 你市占大 反正我出給你嘛 你市占率掉了對不對 要被AMD搶走 不然是AMD還是跟我拿 不是一樣 所以對他來說是影響比較小的 只是怎麼樣 我應該這麼講 現在在流行5G啊 PCB嘛對不對 現在流行黑嘛 流行黑 流行黑 有可能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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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晶體 晶虹 晶虹他有動嗎 他不是就在這邊而已嗎 他就出那個元泰的那個不是嗎 元泰現在這樣子 元泰啊 電子紙啊 電子紙後面就晶虹啦 元泰現在這樣 這是要怎麼去 不是主流啦 我只能說不是主流啦 這不是主流啦 如果說你要主流的話 其實主流 這不是主流啊 現在不是電子紙的主流啊 宏傑科空手 宏傑科 宏傑科 看今天短線課出完了沒有啦 如果出完了 你就可以開始找買點了 這昨天嘛 昨天9月4號嘛對不對 9月4號啊 昨天誰買的 富邦建國 這小五隊吧 啊這是不是小五隊啊 是吧 之前這邊買就肯定出掉了啊 這小五隊吧 隔天買啊 追漲停嘛 漲停要隔天出掉啊 出一個黑K 然後洗一下嘛 然後這詠寧哥 對詠寧哥 詠寧哥 今天應該出掉了吧 他也是一樣啊 這邊買人就出了啊 元大 元大有沒有連續買 好像也還好 瑞士信代 這Hedge Fund的嘛 永豐信義 這也現在是地山的啊 撩一下 撩一下就走啊 也就是昨天 買比較大咖的 都是短線的 短線的 趙芳城中不用說了 這今天已經出了了了 這也是有名的短線咖 買了出掉 買了出掉 短線的啊 這完全短線的啊 他專門做短線的啦 就是隔日沖啦 隔天 其實有時候看這個 好像也沒什麼 你看隔天他一定出嘛 但是隔天是不是一定賺 也不見得呢 對啊 有當下有賺 這就沒賺啊 這隔天根本沒高點啊 隔天隔天就沒高點啊 隔天一開 連平板上都沒有啊 所以他們都做短線 就是隔天他一定會出完的啦 昨天你看看完這幾個 全部都短線咖 所以今天震盪也正常 震盪也正常的話 就怎麼樣 就短線咖出完 再看支撐區有撐住 就像我剛跟大家看這個啦 其實方法都一樣啦 我要這個去看 這個啦 30分鐘線啊 你會看 大量區到底有沒有套 如果上面有大量區有套的話 除非你知道 一些大家不知道的消息內線 就是他後面弄一弄 可能還會弄上來的 不然這種大量區 如果掉下去的話 你要怎麼樣 你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如果一直站不上去的話 就要幹嘛 就要閃人要退場了 好不好 所以差不多這樣OK嗎 10碩 10碩 10碩就長的啊 他那個CB就公司外面人認不到啊 好不好 我看一下545區宣德 627 2340 2340等那個啊 那減支嘛 減支9月20號再看啊 9月20啊 2340啊 9月20號 他第四季不錯 第四季 啊第四季不錯 第四季不錯 他第四季不錯啦 啊反而可能會重估啊 就是等他 他現在就是9月11就停牌了嘛 到20號嘛 啊你20號之後再來看啊 所以呢 所以應該是停完牌 那個重新加入回來之後 應該是 如果他車用那個地方認證過的話 應該就會衝一斷了啦 好不好 啊這個就 衛星啊 這衛星 慢慢的推推推嘛 又推上來了嘛 這個缺口補掉了嘛 有沒有 比較慢而已啦 推就就就 弄弄弄弄上來了啊 這個也還好這個 他那時候法頭 他這個法縮 法縮疊什麼 疊大家預期他會跟國居合併 就沒有嘛 本來就沒有 什麼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他會跟國居合併 但是你可以看這個部分 823法縮完嘛 大家估的狀況是怎麼樣 最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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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爛也有14塊啊 明年呢 明年應該是不錯的 我感覺明年應該是不錯的 所以再怎麼樣喔 應該是賣了就錢啊 以這支股票應該不會賠到錢啊 如果說你要看長一點的 應該是有機會的 我記得上禮拜我也講過啊 陳泰明的成本在哪裡 不是109嗎 陳泰明的成本109 陳泰明董事長的成本在109 他已經買了18%左右了 18.9%多了嘛 所以有五分之一的股票在他手上 成本在109 所以你要吃野豆 109他應該就會互盤了啦 如果說有掉下來 如果後面川普又幹嘛 要崩盤的話 那不是看這一點就停到115啦 115就停了啊 115停了開始在吐了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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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收122 收122 看起來應該是應該是還好 因為這支其實不用太擔心 我也看法啦 這支股票不用太擔心 因為109的成本嘛 沒有很遠 有沒有109,你算110好了 110 現在122才10塊 連一層都沒有耶 一層都沒有耶 如果說他賺一千要出 應該是賣吧 我覺得他應該是不會啦 做股票的人不會 以那種做股票來賺錢的人喔 不太可能賺不到一層 買那樣子賺不到一層他就跑掉 我覺得不太可能啦 好不好 我剛才說什麼 遜德 新陽科 K線兩科天線 新陽科還跑不遠啊 因為他現在 他那個 LCP還沒有辦法自己做 他這個地方長是長什麼 長華為的嘛 長華為的那支手機嘛 那支手機 那個MPI他出的嘛 他就是什麼 我之前是不是講說 你新陽科跟台虹一起看 那台虹這邊就是蘋果的 那蘋果台虹今天也沒 今年也沒有拿到就是那個蘋果給他的單 因為今年蘋果用來是什麼 還是用杜邦的 那新陽科呢 新陽科已經拿到什麼 他是默默在做的 他已經拿到一些中國大陸 那個安佐陣營的單 那像這次華為那個手機 基本上就是MPI就他的 但是你進入5G 你LCP 他那做不出來 他也做不出來啦 所以呢所以會不會衝 會衝啦 但是什麼續航力 續航力不強 為什麼 因為就MPI而已啊 MPI是什麼 MPI是一個過渡的東西 你如果真的5G 你要什麼高頻高速什麼樣啊 你也是要換什麼 你也是要我LCP啊 不然那漢語波去買這些音樂 就是LCP嘛 所以這個就是會漲 但是呢 但是續航力不太夠 續航力是不太夠的啦 這個就推不上去的話一樣 你看那個大量區嘛 大量區如果掉下去 掉下去就怎麼樣 掉下去看跟他再見 還怎麼樣 所以光磊可不可以看他減支 光磊我認為可以看他減支呢 光磊我覺得可以啦 我覺得可以看他減支 好不好 641經驗 期待解說 經驗 他就是月線沒破就丟著啊 月線沒破基本上丟著啊 但是他這個地方法其實怎麼樣 朋友 其實股票的走法都大同小異啊 他這一段拉起來對不對 請問他現在幹什麼 他收斂乖離嘛 收斂乖離嘛 收斂乖離嘛 收斂乖離 乖離到 像這個他應該就是月線到 可能再推一根嘛 那再推一根 有沒有再推一根 那一根就比較不好判斷 什麼叫比較不好判斷 因為一般來說啦 這個拉一段整理 在走對勝段的時候 那個對勝段到底能走多遠 是走一根還是走一段 取決於什麼 取決於到底散戶追不追啦 散戶如果進來追他就丟給你了 就結束了 散戶如果不追的話 就一直拉拉到你相信跳進來為止 所以最後那一段 這一段是 有心人給要走 就是要做的人他硬做出來 他做出來了啦 但是中間整理這個一定收斂乖離 後面如果說在那一段的話 會不會結束取決於 到底市場上追加的力道到底怎麼樣 散戶追他就給你了 散戶不追他就做到你來追為止 所以呢所以就是以後面那一段 但我不知道他會走到什麼程度 好不好 但是如果說你這部分的話應該怎麼樣 應該 我的看法啦 整理之後應該想不到一支啦 像這個啦 大象嘛 大象今天是不是跌停 像這個啦 其實就像這個一樣啦 拉一根嘛 拉一根 對 昨天這個你今天這根不要看 昨天這個漂漂亮 無懈可擊啊 不是嗎 這種走法無懈可擊嘛 但是呢 但是就是來追了嘛 來追就 對 他就送給你了 就結束啦 對這個K線就比較醜啦 因為像這個已經漲 其實我那時候聽說死肉而已 還不叫我死了三個 這個都超漲啦 所以以今天來講就是這樣 就是拉一段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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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所以應該後面還有還有一支啦 然後萊德 萊德有戲嗎 我還覺得中環你可以看一下 哇4點了 中環啊 我覺得要看 那兩支不是一樣的嗎 中環你要看的話 你要先看中環吧 中環是先動的啊 萊德是中環這線的漏魚啊 萊德是跟著中環上去的 中環其實看起來應該是 應該是整理之後還有 應該怎樣 一樣啊 他昨天這樣對不對 你看那個外資一直買買買買 切下去看嘛 這個不是很奇怪 這是五個小的 一樣啦 切個20天嘛 看看誰買最多嘛 大家都在 這連續在買 毛起來買的 毛起來買就漲多 漲多他會做收斂啊 這個瑞銀哇 啪啪啪啪一直買 整個被他買上來 就是你等到收斂乖離的時候 收斂乖離 因為像這漲多了嘛 一根兩根 兩根2天要收20% 20%應該才去洗吧 洗一洗 洗一洗 現在9.72對不對 今天是多少 9.72 真的要收應該先給我淨值吧 淨值不是11塊 這支股啊 淨值11塊吧 我應該沒記錯 因為我昨天有在看這一支 11塊啊 我記得11塊吧 淨值啊 淨值跑去哪裡了 財務比率 淨值啊 每股淨值11.3啊 所以如果說真的要拉的話 一定是先拉到淨值啊 股票還是要叫都先叫我淨值啊 像這種轉機股嘛 等下但新聞你可以自己看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 那個4點了呢 還有一些好朋友們的問題 沒有回答到 但我們有留言板 如果說你方便的話 你就怎麼樣 你就問一下吧 就是用留言板來問 用留言板的話 基本上我都一定會回啊 好不好 好那我給今天節目做個結論啊 做個結論 其實這個盤我認為還是多方 那當然多方的話 其實今天的OTC喔 其實他有打到平盤線啊 那打到平盤線的話 當然就是美股開高 其實有很多短線哥在幹嘛 又落跑了嘛 因為明天禮拜五了嘛 啊就是大家擔心說 禮拜六日會不會又出什麼事情嘛 所以基本上都會這樣子 那都會這樣的話 就是還是一樣各股表現盤 那各股表現盤的話 其實我的看法啊 就是那幾次重點的股票 應該是好有機會往上走啦 像這個金居嘛 我的看法明天會不會過高耶 那五董的嘛 五董的 五董的 其實市場上也沒什麼秘密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什麼股票嘛 今天也是創新高啊 創新高 這個應該還會有高點吧 大學光當然 今天表現不太給面子 但是 該停損要停損 不過我 以目前來看到的東西 其實應該應該是要有機會啦 當然 還是要等什麼 可能五點半以後 五點半以後資料進來 這個我們再去做判斷 那如果說 就像我剛講的 都沒死的話 都沒死的話 應該怎麼樣 應該就是回到籌訊成本區 可能就是 投票好像拉拉這麼多 你又買五成 你又買五成 穿一個穿三天 穿三天 穿三天也合理啊 那不是 穿三天這十字線起來 就穿三天 黑黑黑三黑 拉多少 拉六天 拉六紅回三黑 再推 也合理啊 我認為也合理啊 反正就是看籌碼到底有沒有壞啊 如果沒壞的話 就是再找個點怎麼樣 再找個點去做加碼動作嘛 對不對 不然呢 五三五八今天是五二 輸一塊啊 一塊還好吧 對只是有點不爽而已 大賺就變小套 當然 我認為也還好 因為有別字在賺嘛 有別字在賺不是嗎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握之間 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